經過一到六集,我覺得我已經漸漸開始知道台北女子圖鑑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了 但開頭我們先不廢話,今天先讓我們來看第七集 最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小心得 你們知道這個椅子還有其他顏色嗎? 這張單椅有很多的選擇,不過兩張單人椅 你們不考慮雙人沙發嗎? 我們就是要兩張單椅,謝謝 好的,這是什麼暗示嗎? 我想去潛水耶 潛水?你是說背棄屏的嗎? 試試看嗎? 如果你真的很想,我可以試試看 終於,我遇到了我的靈魂伴侶 這是你的靈魂伴侶啊? 他不想用婚姻定義我們的關係 用孩子消磨我們的生活 這是理想的生活樣貌吧 他去大職啦,他沒有要接近101啦 上集已經有101了啦 那根本是愛情恐怖片 他們在什麼年代,為什麼可以在電影院看色階? 這麼平常就是我的耶 沒問題啊,我也是你的啊 你說什麼? 我說,我也是你的 真的嗎? 我已經開始覺得尷尬了 什麼? 高中的時候,我偷喝了我爸的一瓶羅曼妮康蒂 結果一連偷喝了三天 繼貴服酒之後,編劇又學了一個新的名詞囉 如果是早餐的話,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羅曼妮康蒂,全世界最貴的紅酒 又多了一個解釋的紅酒的一個對話出現囉 記得最普通的一瓶大概要20幾萬嗎? 我衣服怎麼越穿越醜 不行,我覺得我已經要太多吐槽了 我要安靜一點,我要專心的享受這個過程 我在找我朋友對話中就是這個角色 嗯,我不喜歡小孩 為什麼不結婚啊? 結婚是兩個人相守一生的承諾 是很神聖的事啊 但是我不相信這種承諾 我覺得這不過是一種人性測試 但偏偏人性是最經不起測試的 所以我不想參加這個人 我非常同意她的言論耶 我開始喜歡植父囉 我是不想浪費時間還有成本 在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對啊,結婚花錢要花時間 你不覺得結婚到最後已經不是兩個人的事嗎? 根本是兩家人在意見上面的戰爭 阿林依三,你幹嘛都不說話 怎麼樣啦 雖然答案都不結婚 然後跟男人住一輩子喔 植父表示我還在這裡 還在強調折扣的話 我們就會顯得很low耶 到時候要再抬高身價 我覺得很難 要抬高誰的身價? 我們的平台啊 我們現在是精品館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拋棄實體店的高姿態 可以利用數據資料 提供最私密最貼心的服務 讓VIP離不開我們啊 你身為精品館的主任 想要記者有表現我可以理解 但不代表要拉著其他的部門 還有你的主管我也要配合你吧 沒想到你這麼老派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其實以為你會願意打破傳統 跟我們大家一起創立新的規矩 但沒關係啦 我想太多了 那我先吃飯囉 你很困難嗎? 年輕人 你很困難嗎? 但是我沒有很懂這整段耶 因為目前為止看起來總監才是那個 比較願意打破新傳統的人吧 他想要放下精品館的高姿態 然後想要做線上的會員服務 這個看起來才是要打破傳統的人吧 剛剛那個妹妹看起來相對是比較沒有的吧 然後現在反而落下這一句就是沒有邏輯的一句話 算了沒關係啦 看這部我不求聖結 我大學的時候對婚姻這個字路 覺得很懷疑 畢業之後看到我身邊的朋友同學 婚姻出了狀況 有一半以上都是因為孩子 所以我就決定我不要走這條路 孩子一出生你不要說自由 連自我都沒有 這個角色怎麼講話這麼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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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接下來那個鳳小月那個角色跟這個角色好像可以對調一下 就是張孝全這個角色比較像主管的感覺 不是 你們還沒有結婚欸 嗯 那法律有規定結婚纏身小孩喔 我不打電競了 我決定我要轉換跑道 當電玩直播主 林妹妹都懷孕了 難道我這輩子都沒有小孩了嗎 她現在心裡的OS應該是這樣 這樣小孩戶口會不會麻煩 當然會啊 相信我 他們最後一定會結婚 對啊 我沒有很懂為什麼就是都生了 堅持不結婚 登記一下比較方便吧 我覺得連我妹都可以當媽 我覺得我也還可以吧 新生命誕生的感動過後 再就是要面對教育教養的問題 到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我只聽人家說過小孩是最甜蜜的負擔 我還沒聽誰說過誰後悔把小孩生下來 Baby 很多人好不好 聽過很多後悔生小孩的欸 你覺得有小孩之後我們有可能去嗎 你覺得有小孩之後我們有可能去嗎 到最後我們只會去迪士尼 每年都去 迪士尼也很棒欸 我們沒有小孩也要去啊 這是什麼 美老鼠 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再一個 打棒球 他們怎麼畫風一轉 同樣在那邊比一首畫腳啊 我們就是這樣無話不談 這太硬要了吧 他們明明就前面這個角色 就是有一點點讓人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有點強迫症 然後 還有畫風運轉開這邊 比手畫腳 然後硬要說他們是什麼soulmate 然後無話不談 我覺得這個絞噪的部分 真的可以跟鳳小月那個相反一下 鳳小月那個角色 比較像她的soulmate 嗨 很開心你願意看到這裡 如果你已經開始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你跟我一樣都非常喜歡迪士尼 愛缺各種獵劫的社會議題 或是擔心絕望找不到好看的美劇 可以先按下訂閱 加入我的宅宅小宇宙 才不會錯過更多新影片唷 嗯 待會回去的時候注意安全 喔 沒關係啦 反正我玩太晚的話 我就叫我老公來接 你老公? 你結婚了? 不是啦 我都這樣叫我男朋友 怎麼可能那麼小不開 現在就是各種關鍵字 要刺激離山 結婚結婚結婚 結婚結婚 小孩小孩小孩 歡迎歡迎歡迎 結婚結婚結婚 結婚結婚 小孩小孩小孩 歡迎歡迎歡迎 但是你現在吧 人都是會變的 很多事情現在不會想 不代表以後 你就不會想 男人怎麼會懂我們的焦慮啊 他們只需要出一張嘴 或者一隻小雞雞 看到這段男性沒有事 所以 你今晚的選擇 什麼 是什麼 小弟 感覺很鋼本氣入 好 他幹嘛 他把他 戳洞喔 這種情節很可怕欸 這很細思極恐欸 這個很可怕欸 就是女生用 那種半誘導 半哄騙的方式 讓自己懷孕 然後 就是 藉由這個孩子套牢男生的劇情 沒想到還會出現在 台北女子圖鑑當中 我以為就是什麼 20年前的鄉土劇會有的情節 欸 這很可怕欸 難怪有時候說 男生要保護好自己 現在年輕人就流行這樣 他們覺得省事就好 你管那麼多 我們以前坐月子啦 不能吹冷氣 不能看電視 阿現在住得很大囉 好了啦 你等一下不要再說這些啊 小孩子聽到嫌囉嗦 媽媽這樣真的是蠻煩的耶 雖然也是愛的一種表現啦 但是媽媽這樣一直念真的是很煩 欸媽 很好喝欸我還要 錄影不要吵 好不好 今天這一集沒有演戲份啊 好可愛喔你看他 你看他 你看他給你出眉頭 他翻到什麼都 很可愛喔 有點怕 我有點怕小孩 看得很髒啊 你們兩個就是來讓我生氣 媽媽要開始了 年輕人不就知道嗎 幹嘛要不第一天認識她 你說你們兩個來台北 可不可以爭氣一點啊 好啦,现在这个时代,先有后婚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可是她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就是有时候就是老一辈妈妈在生气的时候 会把他们所有生气的事情就不满的事情都混在一起讲 然后看来就是没有前后关系 但是他们会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讲 现在生活搞成什么样子 正常 真的是会很烦 什么样子,哪里不正常了 我的工作很重,你就羡慕我,感情很稳定 这段蛮真实的啊,就是妈妈这段蛮真实 那你的标准肯定要正常吗 最起码还生了一个小孩子 最起码 你哦 不要大了,想生的时候 生不出来 我就不要生了 也许亲子管 是个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连工作都要 这样讽刺她没有生小孩 桑尼要接她的位子 是不是 不用谢谢 是不是,上人要接她的位子 阿怪 就知道是阿怪的问题嘛 因为慧如自己明明就有怀孕过啦 结婚之前啊,去检查一下 你那里这么正常 不要跟我一样结完婚 才要面对这一切 我中文的检查要干嘛 他爸妈早就不把我当男人了 我中文正常有什么用 哈哈哈哈 全恩自常把我笑的耶 有烂童 欸欸欸,林一三 那天录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无子妇怪怪 他从早到晚一直在冒冷汗 哪有啊 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肾虚啊,还是什么 提那个什么人性测试的鬼话 我跟你讲一定是啦 欸真的,说不定 他是因为有病 他不是少精 他是无精耶 他有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我有听错吗 这个 天啊 等一下,我暂停 我要冷静一下 他们刚刚真的是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吗 而且这是对什么不婚主义的人的一种歧视吗 为什么他只是选择不婚 就被他们当成什么奇怪怪人一样 够了耶 这是歧视欸 我只是想要一个小孩嘛 那我拍下玩笑嘛 我也想要一个小孩啊 不管男生女生都好 如果是男生 我就叫他怎么照顾女孩 嗯 如果是女生哦 我就叫他怎么不要被男生骗 哎呦 这个话 这种话还出现在2022年的剧里面哦 好了,我可以理解 这个是限制生活中可能也会有的 对话 就是有些人思想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 好,可能他诠释的方式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是什么叫做女孩子就要小心不要被男生骗 我觉得这个对男生也蛮不尊重的吧 这种思想 如果是男生就要学会怎么照顾女生 如果是女生就要小心好好的保护自己 嗯?小哥肉 小哥肉你在哭哭啊 他这个角度会让宝宝喝进太多空气耶 因为我跟我弟和我妹差很多岁 所以我小时候很常喂他们和你你 算是有育儿经验的人 对对对 真的很可怕 小婴儿真的很可怕 自家餐厅真的很安静哦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 是真的很安静啊 他怎么讲话这么生硬啊 这里不接受小孩用餐是大人可以好好吃饭的 我好喜欢植父哦 生日快乐 餐厅就是要大人好好用餐的地方 你今天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跟我结婚啊 开玩笑的啦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开玩笑 不是啊 你应该是跟我最契合的那一个 我也是啊 所以跟我结婚吧 我想跟你生个小孩组个家庭 其中一张帮我放到其他地方啊 哦 哦 你们是说要封锁了啦 对 分开送 春到阳边的啦 我知道我要的 不是婚姻 不是小孩 我要的 是有选择的权利 你在说什么啦 林医生 我听不懂啦 他刚说 我要的不是结婚 也不是生小孩 我要的是有可以选择的权利 哦 意思就是他都想要啦 哦 我今天想生就生 我今天不想生就不想生 但是我的另一半要随时可以配合我 他的意思是这样 对 不可以是我想生的时候 你不想让我生 不可以是这样 要是我想生 再生 我不想生你也不能逼我生 他是想要这个情况 对不对 天哪 这个角色真的是 很 很 对 这个要记得带走 这个很可爱 他只是尚未说服自己 撒脱哦 他很撒脱 有林医生 啊 OMG OMG 这集 各位知道这种以一般生活为主题 描绘成长历程的故事 要么就是朴实呈现角色的日常 细细刻画人间冷暖和角色的成长 让观众感动 要么就是走一个浮夸的风格 诠释生活的难处还有社会的仇恶 角色可以有缺陷也可以很讨人厌 但是编剧也要明显呈现出这一点才行 目的在于呢让观众对于角色或是他经历的事情同仇敌凯嘛 引起某种反凤社会现象的效果 那台北女子图鉴呢 很尴尬的介于两者之间 所以没办法讨好抱持了以上两种期待的观众 那我自己是比较期待看到类似于后者这种 因为东京女子图鉴就是这样的作品 记得当初我看完这一部的时候 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 好像恐怖片 虚荣的女主角在番花的城市中 宰服宰城 永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因为他从未厘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用戏剧化的方式反映出现实 这让东京女子图鉴是一部发人声醒的作品 而这样的发人声醒呢 是编剧有意为之的效果 那反之台北就没有 那这部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啦 这让我看完全部再一次评论好了 那下周我还不确定会不会更新 我有点想要休息一下 或是先做做其他主题的影片 大概是这样 最后我今天分享想要破30万订阅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下订阅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就没关系 我们就下次见了拜 拜拜